你要賺錢是困難的 但如果你用心做一件事 而且你不是一個按鈎的人 我覺得其實也不是很困難的 但你會很辛苦 我想有些是態度和技巧 即是讓你多分享一些給別人聽聽 如果你說說賣東西 是說天生的 因為我是有客源的 賣東西我不是在台上這樣說 就算我以前做生意的 站在桌上 我站在這裡和不站在這裡 我站在餐廳和不是餐廳 生意可以差10倍20倍 我有客源 你說現在你屌客 就屌粉絲 我從小到大都是屌客 但是那些客人就來 這些我後來去研究是客源 但是其實 你屌人的背後 譬如屌客 你是一定要有一套東西 你一定有一套東西 你能夠解決到客人的問題 你才可以嘲笑 譬如說你這麼無知 那你還要告訴他 他為什麼無知 原來你們都不認識的 那你就不能說了 所以我這十幾年做生意 我發覺 股客永遠是對的這句說話 一定的 不是的 絕對不是的 沒有問題 這時候真的要搞回客人的問題 還有很多客人 特別是香港客人 譬如他打算花錢 香港人也有這種態度 就是香港人 覺得花錢就是皇帝 其實是大陸人 或者對你這種平面設計 或者一些協助商人的東西 他們不是很重視 還有一種人是覺得 什麼有些自然香 那些人 你真是傻 其實正式來說 最重要反而是Marketing 不過 OK 真真正正 長久你想做好門生意做得好 其實人家是不是期待 客人有自己的期待 買每一樣東西用這些錢 他都不會期待 他都覺得你是吹水 你這個人這麼吹得 他明白你吹水也好 但是他相信你買那樣東西 你可能吹大了一點 但是那件事一定某程度 達到他自己認為心中的標準 而這件事也可能會出現 他心中的標準 他期待的標準 和你給他的期望 是會有差異 於是就會complain 這些東西 除了天生或者累積經驗之外 其實是難教的